那我覺得本來這個陳玉珍 說你看這一場郭董也會來 侯友也會來 柯文哲也會來 來個大團結 現在柯文哲先收手了 為什麼 當初5月30號 對不對 在金門 柯文哲也去了 郭台銘去了 對不對 兩個人在小金門實質緊扣 看海 郭台銘說我們是海事三盟 隔天又不承認了 這兩個人互信就沒有了 所以你看就是說 郭跟柯之間彼此 大家彼此互相懷疑 當時在金門 郭台銘去找柯文哲在民宿 對不對 柯文哲後來他辦公室說 我們覺得不太舒服 感覺是被騷擾的感覺 被罷王硬傷功 然後你還說我們什麼海事三盟 幹事吃豆腐 那隔天就忘記了 所以說他們兩個人 我比 我不想想 而且當時在金門 郭台銘他的身世 是比柯文哲好很多 柯文哲本來去那邊 要成立什麼黨部 對不對 他本來想說我到金門去 應該很受歡迎 結果想不到什麼 風采全部被郭台銘給搶走了 所以我這個時候 如果說我們再來去金門 那我不是又是幫 郭台銘的造勢 那何必呢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人的確從這邊看起來 現在我覺得到最後可能連侯耳也不會去了 對啊 因為整個三角都破裂了一點 侯耳去幹嘛 侯耳在金門的身世更低 這個跟郭台銘根本不能比 就你郭台銘一個人去那邊走秀就好了 不要給郭台銘撞身世就對了 對 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他們三個 他們的心結是很深 特別是郭跟柯之間 完全沒有互信基礎 你說那要怎麼合 而且你看 我看郭台銘他不是去美國 去了十天 去了十天之後 他只有他的臉書我去看了 只PO了一張照片 就他跟那個張玉成的合照 他去看職棒 十天 他在幹嘛 他本來有跟一個這個 美國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作家 叫佛里曼 本來他們有見面 佛里曼是拿過三座 那個普利子講 他們本來有見面 他有PO文 結果 美獨有PO文被拿走了 為什麼 對不對 你只好一個這個美國 這麼有名的一個作家 應該是把這個文章放在那邊 我認為是不是 佛里曼根本不想跟 幫你郭台銘背書 幫你的和平協議 他可能也不支持 他也不想介入台灣的選舉 就變成說郭台銘 這次去美國的十天 只跟著張玉成合照 其他的結果 他如果拜訪了很多友人 為什麼不公佈照片呢 他本來不是要跟基辛勤見面 所以根本沒什麼成果 所以也沒什麼成果嘛 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去美國 都在忙著台灣的那一部的事情 我看他都在 他的PO文都是PO他的新書 但是我比較講 什麼郭爸爸給年輕人的 什麼三十則備忘錄 一副說教的樣子 郭爸爸說教給你聽 你覺得年輕人會喜歡嗎 人家連自己的爸爸講話都嫌煩 還聽你郭爸爸講話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他用這個方式 想要來吸引年輕人 恐怕會適得其反 是好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啦 那當然國民黨現在如果說 對於這個地方派系 對於謝典林的這種 可能朱立倫下去收服 可能會有一些這個效果 那到底這個情況 對於侯友宇來講 會是有比較有幫助嗎 來 原音資源 對侯友宇現在來講 現在是一個好的開始嗎 我覺得現在到底怎麼講都言之過早啦 因為現在郭台銘開始才要出招而已嘛 其實上個禮拜郭台銘 郭伴跟記者就有參緒嘛 然後就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今天他們不會有大的動作 不會在今天宣布啦 然後可能會晚一點點 所以大家就猜錯 所以事先知道了 對 他上個禮拜就已經跟記者講 今天不會有大動作宣布 那所以記者就猜說 比較可能的時間是8月23號 就大家在金門的時候 那其實柯伴也有接到這樣的消息嘛 所以柯文哲才會選擇 金門就不去 否則的話 如果說郭台銘在柯文哲旁邊 宣布要參選總統 那柯文哲勢會非常尷尬 所以他們不要給郭台銘 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柯文哲就選擇不要去 最看不起的是什麼 最看不起的是前幾天 他們不是黨慶嗎 柯文哲賣他那個 一日雙塔什麼東西的 一日雙四的那個 自行車的那個安全帽 拿出來拍賣 各位你要知道 台北市民你們要知道 他每次 每次228去騎夾拉車 做他自己的秀 都要向台北市政府申請補助 你自己個人做秀 關台北市民什麼事啊